Lio聊世纪天天中心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来看中国人对赏西班牙人 这场比赛是天梯的哈拉乎地图 好现在来介绍一下蓝芳选择的文明是中国人 中国人开局的村民数非常多 而且BGM非常好听 好这不是重点 好那中国人呢开局呢这个城镇中心 它的这个人口会加五人口 所以开局其实是不需要去盖房子的 这算是对中国人的改动来说是一大加成 后来以前的中国人是开局一定要盖房子 让自己的村民踩落效率变得很差 所以开局时可能会村民大概少了一两村 没有办法让自己的三村优势变成最大化的优势 当然中国人后期是不管是打步兵枪兵工兵 还有这个骑兵都是能打的 所以整体而言中国人是全部都能打 但是中后期有这个科技不足的问题 像是这个火炮啊火枪不能用的关系 所以中国人后期要解对方的工程器的时候 只能靠自己的肉码或者是这个中国联络去做反制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西班牙人 那西班牙人最大的特色是它的建造速度 是游戏里面最快的村民速度 那它的西班牙的兵工厂呢 是不需要黄金就可以研发科技的 而且每研发一个科技呢可以获得20黄金 这个效果让西班牙人点下支部技术之后 也可以按出3半棒进行前期的高速压制 那中后期呢 省下来的黄金可以转出游侠来 前期打西针后期打游侠 是西班牙人常见的打法 那西班牙人呢 他的工兵是不能升级的关系 所以封建时代的西班牙人 工兵能不能按太多 不然会有这个工兵没有办法升下去 去延续自己的进攻优势的节奏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两边的地图 现在看到地图是西班牙下方有果树 左边有黄金 右边有两块资源 看起来这个资源是比较OK的 没什么问题 因为都是偏后方一点点 那左边这块金就稍微有点危险了 那他有一块眼睛在他的地图后方 所以西班牙来说他的地图还算不错 那看一下MBL MBL这边的金矿素是在上方 这就有点尴尬了 但是下方有石头 后方有个黄金 其实也还行 假如后面有负金负石的情况下 都问题不大 两边地图来说都还不错 但是MBL这边的木头会比较难挖一点 可能要到后盘 但是要跟西班牙来说难挖的话 其实也是差不多 而且西班牙这边的木头难挖程度 是比MBL这边更难的 因为这些木头全部都是往前靠的 要往后靠的话要到非常后面了 不像MBL后面的话 到底的话还是有木须可以安全的挖 前期的阿拉伯要注意的事项大概就是这些 木头的分布位置 还有这个黄金前期的位置 那有没有附近 附近有没有在家里 这些都是大家在玩阿拉伯时候需要去注意的一个细节 那这边西班牙人这边是继续推入 两边打的都是18匹 升级上去 但是都没有人打这个极限棒棒开局 所以没有看到快攻 应该就是转射箭场 不然就是转马就 西班牙这边转马就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大概是有七成的几率 只有三成的可能转射箭场 直接转这个毛兵反击 然后维死速城堡时代转西阵打法 那由于这张地图看起来是比较开阔一点的 所以不太好去直接维死生城堡时代 那西班牙这边投资部的关系就被惩罚 被MBL抓掉了一村 这时候有资部技术了 就没这么好抓掉村民 中国现在有两村上的优势 看一下这里撒农田 然后转的是弓兵三人挖金 那这边看到有射箭场 马上补下了自己的射箭场 去做一个防守反击 洛马赶快过来 看一下 里面有很多枪兵 但是洛马血量升一低 再一刀就可以弹死了 好,这边稍微围一下 好,那对方在溜洛马的情况下 不太能去用自己的村民去把家里围死 除非你在围的地方要派一些枪兵 那就没问题 好,那现在MBL也出发了 中国这边三支弓兵加一支枪兵 一支伺猴去侦察 好,这里三支漏马还在溜 看有没有落弹村民可以打一下 哎呦,好像抓到咯 这里又直接硬打,打掉了一村 但是自己也损失了一支漏马 剩下两支漏马的话 杀伤力就不太够了 除非家里要再补一些漏马回来 现在西班牙人家里是转出毛兵做出防守室 待会再点个一级射 能够稳稳上城堡时代 就算是西班牙有优势 但是这里村民不能被抓掉太多 哇,这里又被抓掉了两村 这里稍微围一下 资源,但是好像被溜了出去 剩下两支单位还是溜走了 好,那这里两支漏马还在漏 两兵的前期都是打一个比较偏农 好,偷抓村民的路线 那MBL这边开始在囤工兵了 准备到城堡时代转一波封建囤工兵 城堡时代转儒兵的 然后后面加个骑士或骆驼 进行压制的打法 全黄金兵一波 一波打法,这个是很难守的 好,那这边已经点下了城堡时代 西班牙人这边是还没有办法点下 这里又补了一些漏马 而且毛病按得非常多 好,这里有更多村民过来 让一些村民反击一下漏马 推了回去 好,城堡时代还有1分10秒 这里枪兵可能要出门了 好,他早就已经出门了 好,在这里 所以家里没有工兵在防守 这里毛病看到工兵就是上前一波暴打 也不管你前面有没有落马 好,这里黄金挖得很开心 工兵已经过来 到了下方开始要破门 二级射奴兵升级 好,这里毛病再次上前点掉所有的工兵 好,这里准备要升级上去 OK,升级好奴兵了 但是这里都已经围好了 好,那MBL准备要绕到左侧了吗 好,家里出了一只骑士 把对方的单位给赶跑 骑士开始往前 好,西班牙这里也点下城堡时代 直接开一下TC开农 也没有选择去挖石头 因为现在对方是转攻变情况下 先转出战毛兵加二级射 会比较好挡下对方骚扰 但是遇到这个情况的话 还是要补修道院 修道院有盖好了吗 OK,盖好了 好,战毛配僧侣 再打这个黄金兵搭配最好的劫法 好,西班牙稍微回弄一下 点下了二级伐木 有二级射打这些工兵很好打 MBL在这个高低补了一个工程器制造所 待会投石车 待会一出来就可以高打低了 好,还是这里投石车不能出来 现在是打不赢的状况 对方有骑士在 存在里面 好,这里稍微可以反击回去 投石车出来 砸骑士没有砸死,砸僧侣 回头砸一下毛兵如何 但是没有打算砸毛兵 没有砸到 这个残血的投石车被修了回来 这里毛兵继续往前 想要偷抓一些村民 但是没有抓到 村民差点残血被收掉 来看一下投石车这一发砸下去 完美,这一发还有机会吗 第二发没有机会 直接被抓掉 后方两只僧侣 给的压力非常好 抓掉了一只骑士 投石车出来先砸僧侣 后方要先砸僧侣吗 还是要砸再毛兵 这毛兵最终是往前硬点掉了这些奴兵 奴兵数量最后只剩下少量的四只 骑士这边努力在追赶 好,最后自己的毛兵全部送掉 但是MBL的工兵也死得差不多了 最后是全部倒地 好,那工兵只要解掉的话 西麦亚人这边就会稍微舒服一点 待会可以再考虑买个石头去挖 开提西在这 结果它是直接要下采矿的地 不打算买的 那如果下采矿的地 这也就不好守了 因为这个是空旷虚域 好,前期应该打到差不多 这边应该陷入了一个开农旗 应该不会再一直抱兵大打出手 好,小打小弄应该差不多 好,投石车 威力还是蛮够的 西班牙人这边没有打算要点救出思想 遇到投石车 现在是只能靠自己的投石车或骑士去解决 好,这边投石车一个走位失误 直接被骑士给换掉 投石车高打低 顺利换掉了对方投石车 高低的伤害解免 甚至解免很多 还有22滴血 好,现在西班牙人10人挖10 待会很快就会挖出一栋城堡了 好,MBL后面补了一个新的大学 这里有在挖石头 待会也可以考虑转下中国连弩了 好,骑士往前 僧侣照下,照个满血的如何 卡下位,卡得到吗 哇,来不及,还插一下 西班牙人的招响呢,算是蛮厉害的 他的传教士,骑驴生驴 是可以吃到银罐技术的 这个异端审判 这个科技可以加坏传教士的招响速度 虽然这个传教士的招响射程 比生驴短了一点 但至少,后期的部分 但至少他移动输入够不够 以操作性质来说 以生驴国来讲 西班牙来说是有更多的操作性质 好,下面来3TC 转农 中国这边现在有农田的肉类优势 但是他忘记点了一级农 所以优势并不是很明显 毕竟团队加成可以加10%的肉量 中国这里有点微妙 一级农没有点其实很伤木头 可以看到中国这里的木头是非常稀缺的 噢,砍一发 砸掉大量的战毛兵这一波值了 西班牙这里有点亏 但是还好这一根城堡盖起来 矿到了MBL的附近 甚至,诶,这是自己的附近吗 看一下 对,是MBL的附近诶 MBL的附近怎么这么前面啊 好,西班牙针不折出来就难打了 换作是MBL遇到这个情况的话 可能自己也要转僧侣 或是奴兵继续出 如果经济不行的话就要转这个战毛兵了 好,这边看到盖城堡 赶快拉西增过来 看西增要3只村 3只西增才能秒杀一只村民 现在一村都没有死 好,这边村民一直被砰,有点难受 好,后面有几只骑士冲到后方 后面这边做一个拦截 可以收掉全部的骑士,应该没问题 因为骑士的闲量有够惨 全部射光,弹道血耗30秒 好,把一只骆驼续解应该是OK了 好,城堡盖好 上方这里的石头可以继续吧 但是西增已经走进来 四只西增 就算有一只炮枪 也很容易打得死一只村民 哇,这个一发就是一个 相当舒服啊 五只西增基本上是可以稳定 即杀一只村民的 好,MVL,点一下帝王尸弹 看看还有两分半左右 好,西增继续开镖 这里用TC射掉了几只村民 现在骑士开始往后了 看能不能抓到一些 好,这里西增点下了跑速 其实这样终于可以跑快一点了 但是MVL已经点下帝王尸弹了 好,这一只村民被抓掉 西增人村民数稍微下降了一点 但是MVL这边的村民数其实不太够 还有可能要再补一些 看要不要再补一个新的城镇中心 在这个位置 补一下这个副框的部分 或是在后面补一下 很安全的墓区 这间MVL安全的墓区也不多 好,后防这里 哇,又抓到村民迁徙 这应该是要收村逃村 结果还是被抓掉了很多村民 好,MVL这边是点下帝王尸弹之后 马上去点下自己的巨型投尸机 准备要来攻城 但是这里村民被夹了很多啊 现在西班牙人征服着急杀树来到了20村 21村 而且这里还有洞 哇,这里还可以继续 好,正面的巨型投尸机看一下 好,东吴架了起来 现在上方没有太多的改变 西班牙人这边帝王尸弹还有一分钟 轮轴技术二级浓 MVL这边经济没有点 到了帝王尸弹一级浓还没有点 他是不是完全忘记啊 好,哇,这里是一根撞城堡 好,巨型投尸机现在全面进攻 西班牙的这两根城堡 应该是没有办法守住了 待发学要赶快点下去之后 马上去转出工程器制造所 火炮赶快防守反击一下 好,弩兵走进来 好,右边盖堡 西针抓到 这一波MVL又再是损失了一些村民 村民的急杀处来到了31村 好,巨型投尸机开始攻城 好,MVL这边的城堡数量开始稳定起来 自动城堡 有自动城堡的话 可以考虑转下中国联弩 投资一下升级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那西班牙这边的话 可能要赶快转出火炮 才可以有效反击MVL的中国联弩 好,MVL1点下了化学 现在这些奴兵只能稍微小打小闹 现在看起来西班牙的村民数虽然多 但是军力方面不太够 现在西班牙可能也很困扰 不知道自己该出什么兵种 现在出肉马的话会有问题 正面的MVL的奴兵打不赢 那如果出骑士的话 现在经济也不够 钱还要再撒再更多一点 现在反正是木头有点爆量 好,这里用更多的战毛兵 去解掉右边的奴兵骚扰 MVL顺利点下了中国联弩 好,拇指环化学 这个城堡前压的有点太近了 好,这里巨型投尸机赶快架起来 再反击一下 不能就这样子让对方打爽的 好,西班牙化学也终于补下了 西班牙征服者 这边是蛮尴尬的事 虽然他有火器攻速加成 但是西班牙征服者 似乎是没有吃到加成的文明 所以西班牙人要吃到火器加成的话 可能还是要出个火炮 或者是整个火枪兵 会比较适合一点 那现在这个情况 出火枪毕竟是不适合的情况 中国联弩打火枪效率非常好 但是西班牙人要打赢大量攻兵当快 最好用的方法就是用战毛兵或是游侠 这两个选项是最佳适合的 所以西班牙人这里的后期 应该还是要赶快存些支援 转帝王的游侠 会更好打这场中伯 但中伯又有这个重装骆驼可以反击 所以两边都有克制对方的方法 但是两边的克制方法 来说都是比较需要偏操作的 不管是要打火炮、中国联弩 这类的东西都是需要大量的操作的 OK 这边西班牙顺利的拿下一台巨型投射机 中伯这边转出了中头 还有金瑞、中国联弩的升级 决定还是要打一个射程战 两边的操作模式会比一般的马国来说更痛苦 现在这个情况只能用操作来打 西班牙人的优势并不是那么的巨大 但是有火炮的话中最后还是有主动权的 那这里火炮操作就属于 重点关...这个什么 关注焦点 OK 没中 火炮这里要闪掉投射车 哎呦 这投射车的路径被预判掉 直接被点掉了一台 好 火炮继续输出 能不能偷偷打掉投射车呢 再一发有机会喔 这个 哇 果然拿下了 后方的城堡 快拿一些村民来修理 但比尔柔这边开始转弱马了吗 好 发现工兵数量越来越少 转弱马去打一下 但是没有工兵台甲直接蒸发 但是打工程器是非常好用的 好 再一刀 拿下 投射车开始被弱马给压制回去 西班牙也有大洛马 三攻三法都有 好奇来说MBL可能会比较吃力一点 中国只有清骑兵 虽然也有三攻三防 但还有骆驼可以使用 虽然最怕的就是MBL 中国这里是没有黄剑的情况下 就很难打赢了 而西班牙这边可能要打个消耗战 去拖移一下时间 打个150吋战术 再把自己的经济拉下一些些 那MBL这边就去打中国联弩 中国联弩赶快偷点一下后方火炮 哇 点不掉 剩下16点血量 MBL点下了二级马侃 品种 一级攻 终于要转一些弱马来解一下清骑兵 不然清骑兵真的是太麻烦了 虽然他本来是想用中型投石车去解战毛兵 但是用中头去解的话 火炮的话问题没有解决掉 依旧是不太好打了 这就是中国帝王时代后期的一个大问题 这个科技线很容易被对方有火炮的文明给压制住 好的 本来是进攻方 现在中国这里慢慢变成防守方 而且还有一种城堡被拆掉了 好 西班牙人点下了重装骑士 三级马侃 中国这里点下了三级的工兵铠甲 好 首飞射也点下 好 下方的肉马 有多抓掉一些村民挖金晃 好 这里骆驼补下 重装骆驼还是要出一下 但是黄金够吗 点完了工兵铠甲之后 三攻三防还没有办法点完喔 好 西班牙人重装骑士升级好了 这里纯鞋肉 待会要转游侠吗 还是直接用重装骑士打到底 好 中国这里补下了重装骆驼 还有骑兵铠甲 看来要用骆驼决衣死战了 但是西班牙人这边也转出了枪兵 枪兵升级还没有点下 西班牙是三种垃圾兵 都是全满的 战毛 枪兵 肉马 都是三攻三防 但是没有测出能力 好 下了枪兵 好 肉马溜了进去 这里非常多的骆驼 十只 骆驼去追一下肉马 但是看起来有点难追啊 这里直接分了 兵分三路 诶 祝福怎么一过来是打采晃的地呢 好 现在五台巨型投尸机 猛烈攻城 这跟城堡应该是守不住 而且现在五台火炮预判一下位置 打一下 中头没有打到 打了一发 目标还是要先打中头 中头被打掉了一台 中国联弩找到机会 点掉两台火炮 第三台也倒地 第四台火炮有机会吗 第四台火炮也倒了第五台火炮 火炮能够全部打下 中国联弩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MBL正面突破 大量战毛病 骆驼开始无双 好 火炮还要继续跑 现在巨型投尸机也很难逃 后面的中头开始往前 也不管 能够砸到巨型投尸机就很赚 但是最后只收掉了火炮 巨型投尸机全部活了下来 OK MBL这波已经打出自己的算身价了 这一波居然防守反击 控到对方的一个防守漏洞 这一波掌握的机会很好 五台火炮都顺利拿下 投尸车暂时没有天敌 中国补下三攻 三攻三防全补下 好 这时候二级农田也顶好了 西班牙人这边农田不太够 所以现在游侠很难喷 甚至也没有办法升级 这里有撒新的农田 西班牙这里居然是要转步兵的升级吗 步兵升级上去还有20秒时间 想要让这个枪兵的防御率再更好一点 那这里没有打算先投资攻击力而是防御力 看来西班牙这边是想要用垃圾战术 中国这边转出了大冲车 这个打法用在蒙古 玛雅 中国都是非常强大的方法 后面都有不错用的工兵单位 前方都有大冲车顶着 可以吸引到非常的炮火 大冲车升级好 待会都根速度会非常快 MBL这里赢面非常高 难道要逆转胜了吗 中国没有火炮也没有大洛马 难道西班牙这边要一波直接倒了 这边在存资源想要点游侠 那有机会吗 这时候点了一下银罐技术 异端审判 这里异端审判点下去可能就没了 好 最近周期 回来这边重点防守 波波联弩继续推进 加上大冲车 九台大冲车 继续挡住前排的伤害 哇 这个都根 都根的好抒压 剧情投机架起来了 正面最后决战 看一下这一波 正面枪边抽掉大量骆驼 中国联弩在后面进行输出 但是射击速度不是非常的快速 好 洛马现在往前想要去抓掉 大冲车直接一顶 顶掉了两台巨头 三台巨头也被顶掉 剩下的剧情投机直接洛马抓掉 全部的剧情投机都被中国大冲车 直接顶掉 大洛马赶快过来防守一下 洛马赶快去解一下后面的战毛病 但是冲车的数量还是很多 八台冲车还在进行杜更 MBL后面的床车没有要停止的意思 洛马继续按 中国联弩的数量保存还不错 还有三十几只的数量 西班牙后方有在一个多线 但是现在多线不是重点 这里只要把西班牙的大本营拿下 基本上就十拿九稳 哇 这一波 打完可能 西班牙很难再起来了 这时候三攻才点好 哇 要是刚刚那一波有三攻的话 可能情况会有所不同 但是现在已经没什么经济了 中国这边的经济现在是比西班牙还要更好的 现在家里不用这样子到处排跑去修东西 这里有很多聪明都没有在工作 MBL这边再尝试集结一波 投资车要预判一下位置吗 洛马过来 直接选择不继续进攻 西班牙用了全寸的力气 把这个城堡修到满血了 但是大双车开始往下督根 哇 中午联络开始吃城堡的伤害了 这边要赶快撤离了 西班牙目前的经济状况 黄金完全归零 生物正在慢慢跳生物 后面有转出了一堆防御箭塔 防御箭塔守一下 但是经济来说还是不错的 大通车 继续顶 通车数量其实没有到很多 MBL现在靠着圣物的黄金 一直在跳这个黄金出来 暂时应该不会有断金的问题 而且上面这个矿 其实MBL可以去偷彩一下 两千多块了 这里大通车 直接被肉马给砍掉了一台 好 这里赶快再撒一些农田 现在木头有点爆料 好 终于找到修道院了 冲车赶快解一下 上方西班牙没有放弃 续续拉了更多村民出来打架 直接用村民打 但是这里有霸权吗 好像没有霸权耶 没有用霸权就开始想要都根 这个是否搞错了什么 吃鹰罐没有点 哎呀 很尴尬这个 好 肉马再次往前 这里往前 没有往后走 看到村民就开打 我们的肉马终于也要被解掉了 好 这里生女赶快捡最后一个圣物 这样就是五圣物了吗 起码下方这一坨中无联弩暂时捡不掉 这里其实蛮简单的 只要转出更多的战毛兵就是解掉 但是现在西班牙人有点缺木头了 木头不是很稳定 最后打出了GG 我们恭喜NBL中国拿下比赛的胜利 OK 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经济的部分是由NBL拿到资源上胜利 中国这边总共赢了快要6000资源 这么多 中国这边而是拿到4圣物 产生了2700多的黄金 整整赢了快要2000经济 西班牙这边反而黄金挖的非常少 中国这边是挖了17000资源 用这个经济资源尿打对手 好啦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请记得帮下订阅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各位拜拜